我现在很心急想回到后台看他们怎样 第一很想恭喜他们做完第一场 但我都很担心他们的体力 很想入去关心他们现在身体状态是怎样 可能之前Elon和SNL都说声音 之前不需要打針或要吃药 他们两个都要吃药 因为他们其实声带已经是肿胀 医生说要他们靠药蚊舒缓 我觉得今天Edan比较好 反而阿Lo令我有点担心 他一唱我就很害怕 他很用力唱 医生说他可以很用力捱得到 但他会恶化 可能我捱完六场就要恶化 医生说最好你以为他好 其实是应该给他休息三个月 不讲话 但没办法 所以我都很担心他 我希望他现在的药物 我们有煮一些中药去调理他 他又吃西药 看医生的西药 我们又买完 基本上全香港人家说有机会令喉咙润 我都买完 会否他真的要休息 会否过了一个演场 会真的要一些休息给他们 我想应该人性来说是 但本身我都排了一些工作 所以我都要安排一下 我记得我都有之前和阿Lo说 可能你真的要休息了 可能未来的歌 可能会否停一停 没录着呢 他就很担心 可以了我可以了 你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但我想我要了解他的情况先 所以今天才过了第一晚 看他明天会是怎样 其实对比起第一次的演场和现在 看到他们的进步和可能踏上台 其实你自己最大的感触有没有 其实我跟他们十二个之间 其实中间经历过很多事情 例如他们可能他们试过迷茫 然后就放弃自己 即是没有方向 然后又好自己很积极 因为我跟他们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我看过演唱会 我就会觉得 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令到他们十二个成长 即同时都令到我成长 在演唱会里面 我觉得很看到 他们很清楚 我觉得最重要是 他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很想要什么 所以你看到他 他给观众的能量是大的 而且在这两年纪里面 公司都给了很多 机会他们学东西 你见到他们唱歌或跳舞 都比以前是好的 没有哪个儿子 今天见到他的 进步 我想说Frankie Tiger 和Stanley的进步 是吓我一条 我打算找他们三个唱歌 真是用观众去死 但他们三个表现 令到原来他们都唱到歌 没有浪费公司钱 是否特意给一些solo拍 因为他们平时就少些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演唱会 他们都捱不了那么多只歌 团歌 我们出了多少只歌 还有我觉得 我觉得演唱会 是给他们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 可能我们在这两年做节目 可能有人solo唱歌 有人去拍剧 但真的有人每天有机会上台solo表演 其实都不是很多 可能六个solo的人 另外六个Frankie 他们是没什么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好把握的机会 告诉观众听 或者我听 或者老闆听 其实这两年我没有偷懒 我可能日日值得有solo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今天 特别Frankie 我是很惊讶 他唱得比我想象中好的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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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题 有没有说 哪一部分你自己觉得是最感动的 我觉得最感动是 其实很多部分很感动 例如他们坐过吊船出来 唱一些观众很近 我很感动 唱一秒间的时候 但我最感动就是 最后唱One and All 因为One and All 就是我其实叫吴林峰 寫给送给MIRROR 和送给MIRROR的粉丝 告诉他们 其实我们是one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 但我们在一起 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经历了 可能中间去讲了一些矛盾 就是 是的 是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